大家知道吗 在刘诗诗和朱一龙的《亲爱的自己》中 客串推销办卡的业务员孙燕 其实是演员孙丽同父异母的妹妹 孙燕比孙丽小19岁 出生于2001年 今年参加议考了 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这两天新闻报道公布的 北电表演实验班名单上 也看到了孙燕的名字 一考成绩出来 孙燕就上了热搜 不过感觉很多人都不认可她 说她普普通通没有欣慰 但是小编觉得 她虽然颜值不出众 让人记不住脸 在素人中还算是个大美女吧 能进实验班 肯定比普通班更有优势 再加上姐姐是孙丽 进圈发展应该不愁资源 孙丽在微博上多次晒过和妹妹的合照 前段时间发文庆祝妹妹去北京上学 还特地交代 等妹妹学成之后回来教她表演课 因为姐姐的关系 孙燕没少在剧组磨练 在甄嬛转时期就跟着姐姐进剧组了 各目非议 欢比刘珠与我一同长大 情同姐妹 情同姐妹 毕竟也不是亲姐妹 这才是你的亲妹妹 宫门一入深四海 我也罢了 给玉饶指个好人家 平平安安就好了 玉饶的性子最像洋洋 恐怕难啊 今年大火的电视剧安家 少女时期的房四景也是她演的 然而都没给人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孙丽对她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相当不错 多次发微博给大家介绍妹妹 网友表示 如果孙燕不是孙丽的妹妹 以她的条件和资质能不能进娱乐圈 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啊 再来说说北电实验班吧 这个班从去年开始设立 班上有不少的明星考生 童星新二代 比如小欢喜里饰演方一凡的周琪 今年北电中系上系的第一名夏梦 第一次见到电影学院觉得很激动 不能称得上学法 就运气比较好吧 就是刚刚好又是线上考试 然后可能准备的比较好 然后发挥的比较好 我觉得大家进去之后同学就都是一样棒 创造101选手潘俊 要知道北京电影学院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娱乐圈明星的摇篮 你的专业课怎么样成绩 在你们班里 全校全国第一考进去的 我是全国第一考进去的 但是我知道上课以后在班里的成绩 好的 一直是前三名这样的 最有名的96级明星班 可谓神仙班级 全班23个人都演过电视剧 可以说是全员出道 在那个时候 一个班能够出一两个名人就很不容易了 更别提一个班都是明星 赵薇 陈坤 黄晓明 和林 郭晓东 李嘉 严丹辰 张恒 孔伟等 更是今日影视圈的明星大腕 不止赵薇 黄晓明 全班至今仍有联络 一个已经毕业23年的班级 每天还能在群内聊得热火朝天 放在现在来说还是挺神奇的 不知道今年的这些未来的小明星们 能不能像师兄师姐一样 变得家喻户晓 大家又更看好谁的发展呢